我是Wong 今天要繼續來進行天主主持車 魔主生存 在上一集呢 我們就是到 薯特蘭提斯進行了第一次的冒險 獲得了一些很酷炫的小玩具 像是這個海盜刀刀啊 我往把他的耐久度用修理機回到滿了 我們今天看看可不可以獲得六個氣死砲彈 來做做看這一個老鼠砲兵升級 會有爆炸效果 好像會挺有趣的 再來就是啊 為了因應薯特蘭提斯那邊 都是水的地形 我們做了一個冰磚吸引者 到時候用冰磚吸引者戰鬥的話 才可以發揮我們拔刀劍的真本領 那麼 還有什麼事情呢 欸 那個汪汪還蠻好奇說 這個初音馬尾變啊 他可不可以附魔之後變得很亮晶晶的 我們來試試看齁 拿起我們這個 欸 附魔小寵物來附魔一下吧 水中呼吸附上去 然後再把你送回去齁 來看一下汪汪的頭頭 欸 我要變囉 我要變囉 穿上初音馬尾變 哇哦 這是一個亮晶晶的初音馬尾變 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亮晶晶的款式 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汪汪喔 汪汪可以再把這個初音馬尾變的附魔給去除掉 好嘞 那在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呢 就是去薯特蘭提斯之前 記得給汪汪留下一千兩百讚的喜歡 這樣子汪汪才可以繼續穿著電音少女 穿裝 發揮電音少女的神奇魔力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這一集吧 拿起傳送槍 傳送到薯特蘭提斯去 GOGO 好 那汪汪已經有特別把傳送點 更新到我們上次冒險結束的地方 哦 那邊 那邊 那個海盜鼠還在 而且呢 我們上次沒有獲得的那個船變身 他也在耶 趕快去拿一下 好開心喔 哦 這邊還有一個海盜鼠的靈魂變身 我們都來拿一下 有有有 獲得他的變身了 哦 這邊還有我們上次獲得的那個炮彈 我們沒有撿到的炮彈 都還在耶 好感動喔 看看這個炮彈可不可以做什麼 嗯 我現在對他瘋狂的點擊 嗯 欸這個 這個老鼠是可以用拔刀劍攻擊的耶 他是敵對神物 這個確定了齁 欸欸欸 那那就請你去死吧 請你給我一個好東西齁 我再順便來拿一下戰利品的這一個 讓他可以掉更多更多的東西 哎呦呦 他 哇 他打人好痛喔 你打人怎麼可以這麼痛啊 喔 獲得了好多他的小道具齁 趕快來剪一下 趕快來剪一下 好爽喔 好多好多的冒冒 跟好多好多的彎刀 那這個炮彈可能要多刷幾次才刷得到齁 欸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船的變身 跟老鼠的變身吧 往往 瞧 瞧 哇 可以變成這個海盜船 偶裝了一下 喔哦 唉呦 這個砲管看起來 喔 一刀是屠城 他不是那個立體的 但是 欸 看一下 他還有這個點火的小烟球耶 哇哦 好慌樂喔 這個東西 欸 我們可不會 在水上游泳 哦 在水上還是會沉下去 欸 那我們試試 correr再搭配冰瓦行者 讓這個船可以在冰上滑行 試試看齁 哇 乘船滑行 哇 我看這個小乘船滑行 欸這座船上沒有人欸 我們再拿一下把刀劍揮一下 感覺 哇 高速冰上滑行船船欸 天啊 我們就這樣慢慢的滑行過去 我們再來去冒險一下 然後再搭配飛行魔術的話 哇 飛行船 我飛啊 我飛啊 我們來去看看這個雕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來挖挖看它 有黃金 那再往下挖 中間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呢 會不會有鑽石之類的 有鑽石的話 我之後就不用挖礦了 我就單純來挖它們的雕像就可以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喔 好多黃金 好多好多的黃金 但是有其他東西嗎 喔沒有 只有黃金是不是 目前只挖到黃金 但是黃金的數量真的是滿驚人的 我剛剛把整個老鼠神像挖掉了喔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青金石跟金磚而已 其餘都沒什麼特別的齁 現在正好挖一挖也晚上了 這個我們也不用挖了 可以看到裡面還是有金磚的齁 那應該就是金磚了 我們就再來去看一下 海面上會不會有那些海盜老鼠之類的 我往來收集個炮彈 我們今天來做那個炮兵鼠齁 欸各位 看一下那個 那個是超大 超大老鼠欸 古代鼠人 我們過去看它一下 它是有好生物嗎 還是 呃 看一下喔 它看起來沒有想打我的意思欸 它去攻擊那個小鳥是不是 那你現在會來攻擊我嗎 它移動速度還挺快的欸 我們來去找找看它 看看它的蹤跡齁 喔你好啊 嘿你接下來想打誰 我在這裡喔 你好嗎 你是好人嗎 來看一下摸它一下 喔它很乖欸 它怎麼那麼乖啊 欸我們來拿那個 坐起來騎它一下好不好 我們可以來騎你嗎 來 我騎你一下 喔 哇好乖乖 啊等等等等等 我掉到水裡面了 啊 掉到水裡面就不能騎它了 來來來 你可以自己移動到路面上嗎 我想要騎你 哇喔 超大座騎老鼠欸 來來來來來來來 喔不 你可以自己上來嗎 喔不 我把它悶到水底下了 我還是 我還是 欸我幫它 我幫它挖一下 來來來來來 上來上來上來 對對對 乖乖乖乖乖 你好乖你好乖 喔不 喔不 上來還是說我可以砍它嗎 喔 古代猛獸 擊殺一隻發狂的古代主人 不對啊我才摸了它一下而已啊 那我再多摸它幾下好了 摸摸摸摸摸摸 好來看一下齁 把它揍掉 看它會掉什麼掉落物齁 喔喔我可以變成它欸 我可以變成它欸 喔等一下 我往先搜一下它的掉落物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掉落物掉下來 我們就來再變身一下吧 HENSING WOW 我現在是一隻超巨大的老鼠 而且 我發現它的音效有一點點草 所以我們再來把 敵對音效調成 調成一點 它確定是敵對生物了齁 哇這個移動 哇喔 看看我 我是一隻 欸為什麼移動速度變慢了 我是一隻 超巨大的鼠鼠 而且 我可以在 冰上遊走 哇 走起來走起來 喔這個走起步感覺 嗯 挺可愛的啦 雖然說 有些人可能會怕怕的 但我覺得是蠻可愛的 啊我發現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老鼠神殿耶 看一下前面 我們來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隻老鼠應該 也可以來飛行啊 來 飛行 老鼠飛啊 左右飛一下晃一下 這是個什麼樣的神殿 我們來這邊逛一下齁 感覺挺有趣的 再變回來 欸 這邊是一個水的地形感覺齁 不知道是老鼠模組原生的 還是地下層模組的東西齁 我們就來一探究竟一下吧 喔有東西要射我了 欸欸又是這個 在地底下的鼠魂 好收集一下的東西 我們到時候可以再把那個 那叫什麼東西做出來啊 嗯 這個進化資料做出來 這個應該是丟剛剛那個古代鼠人的吧 如果汪汪沒有會錯意的話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汪汪想想哈 看到地下層 第一個首要要件就是直接挖它 看看它有沒有什麼小驚喜小彩蛋 我們一直先挖下去齁 來來這邊還有什麼東西嗎 喔有橡木欸 那還有什麼呢 看起來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個石像 喔真的是一個普通的石像了欸 那還可以再順便收集一下黏土 欸它這邊黏土超多的欸 如果我們有需要黏土做什麼建設的話 可以直接挖這個石像還不錯 那汪汪再把東西丟到背包裡面去 我放放放欸不對 欸我今天的那個滑鼠有點失靈了 喔這邊有什麼 欸這邊是空的 那另一邊呢 另一邊也有一個走道 我們往下看一下 喔另一邊也是空的 但是我有看到它好像有隱藏房間欸 我們再挖過去看一下 喔喔喔看一下齁 有那邊應該是有隱藏房間的 嗯就小地圖模組看到沒有 喔喔喔是螢光石欸酷喔 那這邊會有什麼有 有回復藥水跟蜘蛛網 還有什麼東西呢 有殭屍一隻齁 欸它還裝了金色小血血欸 你真可愛 來來來我揍你一下 欸打雞打雞 嗯那 嗯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 嗯可能可能 這可能是那一個欸 嗯那叫什麼東西啊 地下層模組的東西 不是這個老鼠模組的東西 我們再觀察一下齁 來拿起我們的爆炸小酒球 轟轟看確認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垃圾建築物齁 我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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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嗯看起來 真的什麼屁都沒有呢 嗯它應該是地下層模組的建築物 不是老鼠模組的齁 欸正好了你們來了 我來收集一下炮彈 欸欸等一下欸欸欸 我怎麼沒有踩到水上 欸欸欸欸我是冰空行者沒有錯啊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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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爆炸聲音喔 來來來攻擊攻擊攻擊 再來攻擊攻擊攻擊 給我個炮彈給我個炮彈給我個炮彈 嗯沒有炮彈沒有關係 這邊還有很多其他老鼠 來收集炮彈收集炮彈 有收集到嗎沒有收集到 再來來來來 給我炮彈給我炮彈 喔這炮彈怎麼那麼難打到啊 來來來這一次該給我炮彈了吧 嗯看起來 我好像身上都沒有 我好像偷開一下那個碰撞方塊齁 欸欸欸欸欸 看起來有炮彈嗎 欸欸 好像好像沒有炮彈欸 這麼衰啊 喔有啦還是可以打到啦 機率不高而已 剛剛打三隻屎掉一個 喔那沒關係 晚上他很容易生出來 我們就趁機多打一點 然後呢那個 汪汪在水裡剪東西的畫面 我在請剪夜市剪掉這個樣子 有掉嗎有沒有掉不重要 欸先打再說 嗯還有哪裡有 剛剛我還聽到 這邊有炮彈聲啊 歐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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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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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開始游泳起來了 拉拉歐拉歐拉 通通給我你們的掉落物吧 我刀斷掉我已經不管了 來來來來還有哪裡 還有哪裡 給我更多炮彈 我有獲得炮彈嗎 不我沒有獲得炮彈 不我肚子好餓我吃一下 來來來來 拔刀劍砍機 歐拉拉拉拉拉拉 一滴血沒有關係 先砍再說 汪汪的炮彈收集夠了 但是汪汪想死一個 更有趣的方法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 該死的屬魂打掉 屬魂走開啦 沒人喜歡你啊 下雨了 不不要下雨 畫面會變得很醜 那汪汪想想看齁 我想要 欸欸不要 不要 現在不要對我丟炮彈 我想要來拿生物品來把他們裝到冰上 來來來來來來 把你裝起來 喔喔喔 船會死掉喔 船會死掉喔 欸 那那我先裝船 我先裝船 先裝船 然後再裝老鼠 呃 還有呢還有呢 鼠魂走開啦 沒有人喜歡你啦 我視野很差啦 不要打擾我啦 走開啦 鼠魂 這個海盜鼠嗎 先放在這邊 喔 酷炫欸 但你不重要 喔 這個船是倒著欸 欸來看一下 它是倒著的船欸 也太可愛了吧 我們來把這個倒著的船放出來 看看它會不會給我們什麼掉落物 來來來 你出來你出來 你會給我掉落物嗎 看一下看一下 呃 它給我木頭 那這個海盜老鼠 欸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船放大的樣子好不好 來看一下 玩一下 來拿起我們的金鎬鎬 把它變成這種形態的 然後再拿起我們的金褲褲 把它變大 來看一下 哇 超酷炫 超大大海盜船 但是它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廉價 它這個外觀 好 來把它打掉吧 在這裡 來來來來來 把它放出來 你好 你不要打擾我 來來來 我們來把它放出來看一下 來你倒了你倒了 你會掉掉落物給我嗎 殭屍走開殭屍走開 不要去推 哦 原來炮彈是從老鼠身上獲得的 哦 還會給我們小騎士欸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們就先回家一趟吧 這個老鼠順便來把它打死好了 既然都把你抓起來了 欸 它是不是比我們家老鼠還大一點點啊 來來來 打打打打打打打 哦 看起來它不是 掉砲彈的主要來源吼 那麼的話 我們就 哦 又有一次大的古代鼠人 嘿 我們再來看一下你有什麼掉落物 啊 哦 它會攻擊我了 它會攻擊我了 哦哦 啊啊啊啊啊 哦 等一下哦 不好意思我今天常常亂叫 呃 那個那個 呃 跟台V實況之後的後遺聲 哦 看一下你有什麼特別的 哦 哦 哦 它會掉好東西 但是 我要先把我身上清空一下 來 先把鎬子放回去 哦 它掉薯頭 它掉薯頭 它還掉爪子 哦 我們可以來做那個 做那個那個那個 哦 這個 那個爪子虎了 哦 好 我們 我們先回家一趟 我們今天收穫很豐富 我的 我的傳送槍呢 興奮到忘記傳送槍在哪裡 那我們就來 嗯 回到天鼠鼠春春去吧 我把指導鼠靈魂也一起傳回去了 好 來看一下 玩一下哈 來盤點一下今天的收穫 欸 最主要是這個黑色旗子 跟這個薯頭 薯爪爪還有砲彈 砲彈的話應該就只能做砲兵升級了 我覺得今天時間不夠 我們下一集馬上來做齁 爪子的話我原本想做爪子虎 但是我看它 好像還有其他東西可以玩耶 很想看一下這個會不會在外觀上有什麼變化 所以爪子我們就先保留意見 以及這個薯頭頭 喔 這個薯頭 欸 是老鼠戰魂的必要素材 但它應該也是召喚BOSS的必要素材耶 所以下一集我們可能可以來 做個炮彈老鼠 然後再來打個BOSS之類的 我們先來把這個老鼠旗子拿去布置一下 來來來 給他們的那個休息間搭上這個小叉叉 對 不要打擾我們的女優休息 像這個樣子 再來的話 欸 薯頭看起來會像什麼樣子 它可以這樣擺放 那可以側邊擺放嗎 我們來試試看 來來來來來 斜邊擺放 不能斜邊擺放 這個薯頭我們玩家可以戴嗎 看起來是不能戴的樣子 啊 我把它丟到哪裡去了 嚇我一跳嚇我一跳 來來來來 不能戴 不能戴 啊 來來 給我們的毛毛青戴一下 毛毛青 你要有新頭頭了唷 來 戴頭頭 戴頭頭 不能戴頭頭 喔 它可以把頭頭 掉到嘴巴上 欸 這個頭不能戴插瓶啦 我好想要這個頭可以戴喔 喔 那也沒有關係啦 那下一集的話呢 我們就來去挑戰 欸 老鼠的第一個BOSS吧 欸不對 是第二個BOSS了齁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MU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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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